當你認識一個朋友 這個朋友好得不得了 什麼都幫你 又好有愛心 又好有耐性 又好有智慧 你會不會覺得這個人這麼好 你會很喜歡他 很喜歡和他一起 會不會 會 很多人對於神 覺得神是好 不過很遠 神是好 不過他可能看不起我的 有時候有些人 會有這種想法 但其實聖經告訴我 神是很好 而且很看不起我們 所以當我們認識神的美好 我們就會更加歡喜神 和喜歡親近神 和知道什麼事都找耶穌 我告訴大家 我是經常都想著耶穌 我經常都會 一路走路 搭車 搶牙 做什麼我都想著耶穌 一路愛著耶穌 又會宣告耶穌 愛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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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我 每一個都可以這樣 感謝天父耶穌 是看出我的 那一個人 就會很深信 自己是寶貴和重要 就不會有自卑感 又不會覺得自己是沒有用的 對呀 我說神的祝福真的很好 就是你先求神的光 和祂的意 一切都會加給你 所以我經常都告訴大家 神很好 我一起說 神很好 神很好 我們可以很喜歡神 又享受神 有神真有福 有神真有福 我的命是很寶貴的 可以祝福很多人 其實我剛才說這幾點 如果你全信了 神是這麼好的 我們的生命是很寶貴的 我又可以祝福很多人 你的生命已經會不同 但很多人就不是的 哎呀我沒用 哎呀我整天都不行 神都不喜歡我的 這些全部都是負面的立法 其實不需要的 首先我們看看這章章 裡面講到神的音樂 一起讀一讀 好嗎?讀一讀 後面那些我就會 將我的經文簡化 不是讀後面 是前面黃色的 一起讀 尋找 射罪 拯救 神很愛我們 耶穌來尋找 拯救 失信的人 去找你 救你 是不是很大的愛 記不記得 你還沒信耶穌的時候 神如何去找你 這是神的恩典 然後呢 跟着 聖靈耐性感動 聖靈你也叫我們 為罪 為意 為審判自己 責備自己 有沒有發覺 很多時候不聽話 神叫我們悔改 不要生氣這個人 但是我們呢 好像很久都不聽話 有時候有些人幾十年 都不肯搖延他的丈夫 大太 我們不應該這樣做 但是的而且 有些人這樣 但是神都繼續去感動他的 有沒有發覺 有時候 你想離開罪 但是沒有離開 然後呢 但是神是耐性的感動我們 是不是 這個是很好的 就是說 在這個世界上 如果有人做得不好 通常其他人 就會很快又生氣他 這個人 不要的 我不喜歡跟他在一起 是不是 但是神不要這樣 當然神有他的聖經 我們不要隨便犯罪 我們要知道犯罪是 就是比魔鬼留地無 犯罪比癌症更加可怕的 所以我們就說 神雖然這麼憐憫 但是呢 我是沒有犯罪 也都看到 聖靈耐性感動 第三 神有感情地喜悅 西花雅書三章十七節很好 講到 神因我們歡欣喜樂 默而愛我們 且因我們喜樂而歡呼 祂因我們歡欣喜樂 默默地愛我們每一個人 而且因我們喜樂而歡呼 很開心的 神是很有感情的 他愛我們 有很多人覺得 神好像一個校長 或者好像一個領導人 通常校長和領導人 是否跟普通人 是有些距離的 但是呢 神 祂雖然是很高 很偉大 很充滿能力 但是神是很接近的 耶穌在我們門外求門 聖靈在我們心中感動我們 好了 接著呢 下一點 神永遠想念 即祂永遠都想著我們 婦人已經能忘記 祂吃爛的冤架 不連出祂所生的兒子 就算有忘記 神都會忘記我們 即是神經常想著你的 經常想著你的 這樣呢 希望你想到 哇 耶穌經常想著我 即是我們是寶貴 是重要的 接著下面 耶穌和聖靈代討 聖經講到 耶穌不斷為我們祷告 聖靈都用說不出來 嘆息為我們祷告 然後呢 聖靈亂無我們 雅國書四章五節很特別的 聖靈呢 亂愛我們 以至於神道 即祂會愛我們 如果我們愛世界 神就不歡喜了 神就覺得我們 心去了這個世界 神很想我們專心愛祂 這樣你整個是蒙福國 有很多人以為 好像我們給東西神 其實我們沒有東西給神的 我們愛神的時候 其實我們自己得福的 下面 耶穌親切地愛 有一個十二年血流的虎人 他摸耶穌 他又很不敢出聲 因為那些是犯了律法 他是不潔淨 不可以摸人的 但他走到耶穌後面 周圍的人全部跌倒他 所以呢 其實他是犯律法的 所以他不敢出聲 但是當耶穌知道是祂之後 耶穌怎麼說 他說 女兒放心 你的信給你 是不是很親切 耶穌都是跟你這樣說 兒子啊女兒啊 很親切的 所以每個人都不要覺得 神啊你都不理我 神你都不幫我 很多人為什麼會這樣說 他說 我的問題神沒有解決 很多人都有這樣說 我的問題神沒有解決 所以神不是愛我 這個是一個錯誤的觀念 其實這個世界 每個都有問題之中 跟阿當犯罪 每個都有困難 是不是 約瑟去到埃及 有沒有困難 有困難 但是神有沒有祝福他 有 但是過程有沒有困難 有 如果他說 神你都不理我 你怎麼出賣去埃及 又要去坐牢 他可以這樣想 他這樣想的時候 他不是很負面 但是約瑟是否這樣想 他一被出賣 他已經繼續親近神 所以神要他同在 他就百事順利 在他主人的家中 所以他不是看環境 他觸實神的應許 神是愛我們的 我希望大家 觸實神一起跟我 觸實神的應許 不要觸實困難 不要經常想到困難 困難不代表神愛我們 而是觸實神的恩典 這樣的時候 我們就說 神其實很親切愛我們 當你全心跟從神 你一定是無福的 接著下一點 神謙卑服侍 詩篇139篇第五節 講到神在我們前後 環繞我們 按手我們身上 神經常服侍我們 在以前中國古代 有些妹仔 主人叫妹仔來 妹仔可不可以說我不來 那時候他們沒有回家玩手機 現在的那些 我先玩這個遊戲 那時候那些妹仔可不可以說 我做完這個東西才來 行不行 不行 主人叫他做什麼都好 你做什麼都好 你煎蛋都好 你都要走過來 你煎蛋 你馬上上火 你不可以說 主人我煎蛋不可以過來 立刻他要過去 我想問你 神是不是我們的奴隸 但是他經常服侍我們 他比奴隸更加 更加投入 是不是很好 所以我希望大家想到神 神你真是好得不得了 一起跟我講 神你真是好得不得了 我真的很喜歡你 很享受你 有你真有福 其實我們每天吃的那些 你喜歡不喜歡吃 都是神的愛 是不是 你喜歡不喜歡 父母的愛 雖然可能中間有些父母 未必很疼你 不過都有點疼過 都有一些 起碼都有一些愛 那些愛 覺得好不好 有 這個都是從神那裡來 所以神有很多地方幫我們 而最後一點 就是講到心靈真的醫治 大家有沒有試過 親近神的心靈覺得 平安 輕鬆 安慰 醫好傷心的人 安慰一切悲哀的人 喜樂又代替悲哀 有沒有 這些都是神的祝福 那你就說 神在愛我 陪我 在一起 有幾個人 你自己都會覺得 平安輕鬆 有幾個人會覺得 哇 這麼多 感謝主 那你這樣想 哇 平安輕鬆 哪裡來的 神來 就是神來服侍我 哇 謝謝耶穌在服侍我 我在平安 就是神沒有嫌棄我 就是神陪我一起 我就多謝耶穌 耶穌是24小時服侍我們 那神我們這樣服侍 是不是應該我們覺得 哇 我們真的有福 是不是有福 我們真的有福 還有我們可以享受生命 那個人是不是會輕鬆 這樣你就自然會出主基督 其實我簡單從這裡說 已經看得出 哇 我們就可以活出主基督 對不對 我們今天會看這個材料 在這個內容裡面 我們就會看一看各方面 去看一下 怎樣活出主基督 首先 這些內容 大家不用去看的 你看著我就可以了 為什麼我想你看著我呢 你看著我呢 就看到我的表情 那些動作 你就會感受到神的愛多些 你看著我 那些字沒有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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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看著我呢 你會看到我很輕鬆 因為神的生命在我裡面 你們一個人都可以的 還有呢 都鼓勵大家 你服侍主的時候 都是這麼輕鬆 這麼開心 這麼有信心 不是我們自己厲害 不是我厲害 是神的恩典 所以我能夠有這麼多神的恩典出來 不是我好的 真的不是我好的 是神當我軟弱的時候 簡選我的 是神呢 多次我犯罪的時候 神依然向我感動 以至我現在 我真的呢 爭恨一切的罪 離開一切的罪 不是我救好的 神將我改變 神是很好的 那我希望大家呢 在我的說話 的聲音 大家有些可能 都會參加服事 是不是 你投意我的聲音呢 清楚 有力 還有呢 有不同的感情 表達 有時激 有時有 就算激 那時候不是粗 你也要愛神啊 不是 就是這樣 是激的時候呢 都是柔和的 那大家都可以呢 就是說在整體上 我們都成為眾人的榜樣 有一個好的榜樣 那希望大家看到 哇我都可以這樣啊 我都可以這麼輕鬆啊 還有你留意我的動作呢 是由腳開始的 但是很輕鬆的 不是很誇張的 我可以誇張 我可以誇張 但是由腳開始呢 很自然的 就不會像呢 裝出來的 這樣子的 好 來 隱然你不用看了 你回去慢慢看就可以了 那我現在簡單說 有些人以為呢 活出基督是甚麼呢 外面的行為 我做給你看 很謙虛的 我很謙虛的 我甚麼都會幫人的 那 有時真的這樣做出來 又是真的 不過有時有些人呢 其實心是不強的 不過呢 我就做給你看 很謙虛的 甚麼都做的 做給人看的 那這樣的時候呢 他未必是裏面有生命 還有有些人呢 他在這裏做呢 是怎樣呢 哎呀 那些人又不改變 那些人又不聽話 我做這麼多都沒用的 有沒有有時這樣啊 覺得哎呀 帶領那些小組 那些小組的人又不聽話 其實呢 有一件事可以鼓勵大家的 當你服事人的時候 他不聽話 我想問你 神會不會賞賜你 神賞賜你 是否算他有沒有改變 不是 算你有沒有去 有些親近神的心 去服事主 神就歡喜的 所以希望大家 無論做甚麼 心裏面都說 神的愛我 我很樂意服事人 很願意去服事神 將我的生命給耶穌 在裡面湧流出來 其實基督的生命很簡單 就是 神啊 我甚麼都不行的 我必 他必欺我 我必衰美 我放下我自己 讓神將你出來 這樣呢 就是活出基督 我願意祝福人 我願意榮耀神 就不是說我夠聰明 當你做的時候 覺得自己夠聰明 這個呢 就不會榮耀神 這個就不是活出主基督的 好 首先呢 就是神的生命 是 極為美好的 其實呢 之前我們都讀過一些 的經文 但是這裡我列出三個經文 第一個呢 就是耶穌很親切 愛這個十二年血流的婦人 就說 女兒放心 你的信救要你 就看到呢 耶穌是很親切 親切代表甚麼呢 他體重每一個人 他不介意每一個人的軟弱 他不會看輕你 他不會覺得你是侮辱 他不會計較你以往多少失敗 而他的幫助 不只是在天上發出 向眾群體 神愛世人 神的愛不是這樣的 神有這樣的 整體的群體的愛 但是神的愛 是來到每一個人身上 大家有沒有經歷過神 親自去安慰你 釋放你的重擔 當你煩惱的時候 親近神 有沒有經歷到 這就是神親切的愛 當我們看到神的愛 希望大家有回應 我想問你 世上有沒有 有哪個人 你想到是真的對你好好的 有沒有記不記得 記不記得 你會不會對那個人好 會 我想問你 神的好跟那個人 比較哪個好一點 神好一點 那你對神的好 是否超過這個人 很多很多呢 還有經常感激他呢 如果你從早到晚起床 神你真的好 感謝神 你看到我整天都很感激神 我真的很喜歡神 為甚麼 我甚麼都喜歡 非神的 所有 任何事 我都會看到神背後 譬如我看到你們留心聽 你的心 在心裏是認同我所說的真理 因為神是愛我們 我看到神在裏面做工 我就會感激神 我看到你們在那裡 看著我 眼睛大大 會額頭 那我就不會說 只是人好 我就說神在裏面感動你 所以你會改變 即我看到甚麼 金屬 是哪裏來的 神創造工 一切的材料 木頭 是哪裏來的 神做木頭 如果小時候沒有木頭 真的很不同 神做棉花 還有各人的材料 我們有三雀 是不是很好 甚麼都是神的好 還有我看到小雀 有些花 蝴蝶 有沒有欣賞 真的很美 神特地做來送給我們 神特地做來送給我們 當你這樣想的時候 你就會想到神的愛 是很近 還有祂很討厭 於是你的心就喜歡祂 你喜歡祂 現在你相信祂 經常都喜歡你 愛你 那你的人 是否可以活得輕鬆一點 開心一點 是不是每個人都經常開心 你們 有沒有事煩惱 那 想會出主基督的生命 就是放下煩惱 其實沒所謂的 那些人拿不走神的恩典 聽我說一次 那些人 那些不好的人 拿不走神的恩典 不好的人 拿不走神的恩典 他罵我一句 他不代表我 他就拿走我的恩典 是不是 很多人就不是 被人罵完 生氣一輩子 其實沒所謂 罵完 一空氣消失了 那些說話 是不是出於神的 不出於神 要記掛 不用 那你經常想著神 那些不好的事 基本上 分別垃圾和好東西 你吃不吃垃圾 不吃 不吃 那就好 沒有 但是 人的垃圾樹有沒有吃 沒有 你有沒有反覆思想 他真壞 他這樣罵我 哎呀 真的受傷害了 有沒有 這個就是吃垃圾 是不是 那你還吃不吃垃圾 不要再想了 何必想呢 垃圾不要想了 想些好東西 其實有很多好東西 所以 我們經常想神的好東西 那些人就輕鬆 有什麼所謂 被人罵 死不死得 被人罵 不死得 是不是 不是很大件事 和耶穌柔和謙卑 馬太11章29節 很漂亮的 我心裡柔和謙卑 你們當父母鞭向我仰式 這樣你們心裡就必得向安息 在馬太福音11章28到30節 講了兩字的安息 第一次就說 凡勞苦丹重淡的人 可以當我仰式 我便使你們得向安息 這是第一種 就是你離我那裏 第二種 我心裡柔和謙卑 你們當父我的鞭 學我的仰式 這要用你們心裡就必得向安息 這跟28節有什麼不同呢 28節是說 凡勞苦丹重淡 到耶穌那裏得安息 這就是來到親人神了 第29節所講的 就是你走耶穌的路 扶耶穌去握 去服侍主 耶穌分配你做什麼 你要做 還有學耶穌的生命 你有耶穌的生命 耶穌是怎樣的 耶穌不給惡人影響的 耶穌不會有信心的 耶穌什麼事都聽神的話的 你跟耶穌的生命 還有祂那種的喜樂平安 興省 這樣的時候 你就心裡必得享安息 是不是有些不同 是不同的 他加了一些字眼 在他心裡 能夠享受安息 所以 這個是很高度的 你越是想享受生命 你越是扶耶穌 握學耶穌的樣式 你就整個生命都可以享受 神的安息 你現在是不是享受神的安息 你是不是天天由早到晚都是 阿里路呀 Sr. 真是的 哦 開心到不得的 ıh 開心得不得的 都覺得是這樣 希望是 不過很多人未必是 很多人也不太是 好volley的 其實事情會改變嗎 不會的 你轻松点,多点喜乐,有点爱心,反而你的家人会改变 你见到他就... 他会不会快点改变? 不会的,其实很多人信了谎,大声点人就会改变 这个是不是真理?不是的,大声不会改变 你柔和谦卑反而改变 我们看到耶稣就是柔和谦卑,他的生命会流露出来 你像耶稣的样式,你整个生命就流露出柔和谦卑,是更加好的 这个第一点就是神的生命很好,还有神是喜乐的 很多人想到神就想到神是很严厉的 神有严厉的一面,神是有喜乐和情的一面 当神见到爱他的人,神是否严厉的? 圣经讲的严厉是对什么人? 对法利赛人,对民事不悔改的人,对不对? 但是对那些,譬如这个妇人12年血流,耶稣是否严厉? 那个犯了奸淫的妇人,他是不是严厉? 不是的,其实神是对那些亲近他,依靠他扯着耶稣的人 神不是严厉的,虽然神的标准很高的 我不敢犯罪的,为什么呢? 第一,犯罪得罪神,令神欢迎,第二,拿走神的恩怜 又被魔鬼留地墓,又难了我能够更大发挥 我很想被神更大发挥 其实神现在使用我去到世界不同的国家 我去训练很多人,人都听了,哇,觉得很好啊 哇,神这么爱我们,人就轻松了 其实呢,这个真理大家都听很多 但是很多人是不太感受到神的爱 所以我希望大家呢,你感受到神爱 你就能够享受神的恩怨了 好了,这里讲到呢,神恩我们欢恩喜乐 默而爱,我们请恩我们喜乐而欢呼 就是他是开心的神来的 就会将我们很多人的传统观念改变 因为很多人就觉得 要表达神是要严肃一点的 我们有严肃的一面,但是我们都可以有喜乐的一面 好,下面了 神能够传递他的美事给我们 越多用心灵长时间祷告 就越能够经历神的圣情 大家有经历过,亲近神的时候有平安喜乐吗? 有啊,这个就是经历神的圣情 但是有些人是难的 有些人呢,祈祷怎样呢? 是一张菜单给神 神啊,我要什么什么什么 我要什么什么什么,你快点给我吧 他只是传一张菜单的时候 他可能没有什么平安喜乐 我们亲近神,不要只给了菜单神 我们多点去数算神的一面 神你真是美好 神真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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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对我真好 就是想到神就喜欢 这样的时候你就容易经历神了 其实经历神的方法很简单 用心灵承识就是你喜悦神 感激神 欢喜神 渴慕神 你整个人就改变了 这个下面的经文其实我们也有读过的 就是耶稣将平安给我们 《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 你有烦恼,所以第一个应该找耶稣是吧? 有些人有烦恼,就是找人去讲闲话 其实你找神是最好的 但是你找人去大家溝通、释放是好的 但是不要讲闲话 你不用说那些人是怎样的 你只是说我自己有重担 你为我祈祷吧 我现在很想我里面有些烦恼 你帮一下我吧 这个就是帮助你 就不用说那些人的不好 你有困难,那些人是怎样的不好 你不用说他的问题 就是说我现在受了一些伤害 很想你安慰我 就注目在你得安慰 就不要注目在人的问题 因为不然你就以讲闲话为释放 这个就不是神想我们做的 好了,还有圣灵将神的爱飘灌在我们心里 罗马书五章五节 是真的可以经历到的 我自己祈祷 随时一想耶稣即时感受到神的喜乐 也都感受到神的爱 也有很多人为祈祷 他真的即时感受到平安 兴散 甚至有些会有喜乐 有爱 是真的神是很真 很真的 我希望大家都深信 你深信你可以越来越经历神的爱 你怎样方法呢 例如你走在大自然 感谢神 你用这么多 你送些花给我 就是表达你爱我 你走的时候 哇,神真的好 那些微风吹过来 是不是很舒服 啊,感谢神 看到那些麻雀 其实麻雀都很漂亮 很多人都看到整个麻雀都觉得很特别 其实你看真眼的麻雀是很漂亮的 看到那些所有的蝴蝶 那样东西 啊,神你真好 你就,啊,神你爱我 于是我可以享受你的爱 那样呢 你就容易享受神的爱 还有你一祈祷有平安 你就是神在爱我 还有当你 就是有什么事的时候 神都会感动你 你就是神在爱我 你整天这样想呢 你的心就有信心了 好了 还有喜乐 可以开心 你想不开心啊 你是不是整天都开心呢 是 是 非常好 你有没有烦恼的时间 有 如果你数整天 你是 开心的时间多 烦恼的时间多 因为呆滞的时间多 因为呆滞的时间多 很多人都有很多呆滞的时间 其实当你数算神一点 你可以整天都开心的 我一路预备信息 我是这样 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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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路做年劳的时候 哦哦哦哦哦哦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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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路享受神 我真是个人呢 里面的比赖 好像那些bubble 那些bubble 那些bubble 那样会走出来的 还有传递能力哦 神的痛在是比赖能力的 有没有有时觉得 有没有动力啊 还有身体软弱啊 两样 一个体力 一个心力 还有灵力哦 你是不是充满体力 心力和灵力 有很多人呢 就算年轻人 都会很累啊 啊啊啊 睡醒一觉都很累啊 有些人是这样的 但是呢 当你充满神的爱 你会充满精力的 体力 那这个也是管理好我们的身体 其实我们整个人 好像个花园那样 如果你种花园 会不会有些虫在那里生啊 就是不好的虫啊 有些虫 有些虫 吃了些东西啊 野草生了 你会不会这样啊 不会哦 如果你是想有一个好的花园 你当然是照顾好啊 你的生命就好像个花园啊 你的内心世界 保守你的心性 你的家人的关系 人制的关系 你的服侍 你的读圣经 你的祷告生命 全部都是要管理好的 当你管理好的时候呢 你就有充满的体力 心灵和灵力 很多人都说 哎 好力啊 耶稣快点回来啦 耶稣快点回来 我不用做了 他们想耶稣回来 不是另一个原因 有些人就渴慕神 他们就不是 不用做 哎呀 我不想再侍奉了 好累啊 我告诉你 我好享受侍奉神啊 我不是因为 站出来讲话 所以我享受 喂 能够祝福人 我要享受啊 其实我们这样的心态 我要祝福人 就享受 一起来说 我要祝福人就享受 那你就有心力 还有有灵力 和神都要有的 我想问你 你整天是不是 是否轻轻松松 充满动力 因为 没什么力量的呢 而神的同在 是可以给我们力量的 神的同在 是会给你 由里面 发出来的力量 就是呢 这里经文讲到大耶利书 当这个人物在大耶利面前出现的时候 摸他 他就有力量了 一向他说话 他就觉得有力量了 然后跟着呢 因为耶稣会致口才智慧 是人驳不倒的 其实神很多东西给我们 这里我只是列出一点 由老家福音21章 甚至一起读 因为我必致你们口才智慧 是你们一切敌人所敌不住 驳不倒的 当受逼迫的时候 神是会给我们聪明智慧 说话出来 是敌人不能够摸得到的 不是用人的方法 用神的方法 你全方都是的 神给你聪明智慧 不是用人的方法 很多人在全方都用人的方法 我听过一些这样的故事 他说怎样呢 他开团向全方很热心 又跟他一起有些活动 又带他去哪里 到他不信 那些态度转变了 有没有听过这样的 那时候呢 不是活出基督的生命 反而换到人 是吧 其实我们想 不是想过那一下 而是我时时都活出基督的生命 就会影响人 是吧 就算他不信不紧 一样对他好 一样继续去 为他祷告 找方法 去怎样去向他全方 好了下面 为什么人很难活出基督的生命 在人未信的时候 其实是信服心中掌权者的邪灵 在信了主之后 即是我们应该离开邪灵的影响 但影响 其实 希徒有没有被魔鬼影响呢 被魔鬼留地暴呢 我一起读这个经文 以乎所书二章二折 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 信从今世的丰逐信服 空中掌权者的首领 就是现今在辈亦之子 心中运行的邪灵 即是那些未信的人 他们心中运行的邪灵 他不一定邪灵附体 他是邪灵影响 但是到什么程度 我们不知道 好了 他未信主之前 大家上面那些写下 发怒 咒骂 憎恨 埋怨 贪心 自私 这些都是魔鬼产生的过嚇 所以由此之后 全部改了 我想问大家 所以由此之后 这些所有不好的改了 我们的心里有没有持续怨恨 有时不喜欢某个人 这些就是被魔鬼留地 我们知道的时候 就要醒觉 就不要觉得这些正常 每个人都是这样的 甚至那些祖祥 都有时候发怒的 我发怒什么所谓呢 我们不要这样 有人犯罪 我们需要跟着 不要跟着 因为犯罪被魔鬼留地步 是不好的 是破坏的 你会说 癌症细胞不要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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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紧 给点我 会不会 我告诉你 罪 比癌症病更加恐怖 是吧 罪破坏人的生命更加恐怖 所以我们就 如果我们心中有真是哪个 恨你的丈夫太太 最容易恨的是丈夫太太 为什么呢 接触得多 还有排斥她 她一说话 一说话 你已经抗拒了 立刻觉得耳朵发痒了 快点收声 也要学习 说话人家喜欢听的 关心人 是吧 聆听人 问候人 人家说完他的困难 要记住 要问候他 为他祈祷 人家听到 是不是觉得舒服 这个就是我们应该有的生命 但是很多人呢 都是心里面 传着这些很多负面的东西 心里面 整堆垃圾 我想问问大家 基督徒有没有 里面充满了很多垃圾的表图 你有没有见过 经常被这些教 经常都要想起负面的东西 是有的 不过你不要 你不要强硬去改变它 用你的生命影响它 还有我们省察我们里面 有多少垃圾 有的时候呢 我们就悔改 求主耶稣赦面 还有呢 每天想到耶稣的美好 神这么安我 可以祝福人的 每天都有喜乐平安 你常常看正面 别说 那些人都不改 做来有什么用呢 这些是负面的 不是这样的 而是说 我能够影响他些少也好 就算他不改 我活出哪个生命 都是荣耀神的 到有一天到审判的时候 譬如你传福那些人不信 神会这么说 当这个麦克力是那个人 神就说 你没有信人 不过我的仪律 已经向你传福音乐 这样的时候 你 你又向他传福音乐 那你所做的就是 荣耀神 或者你已经 劝导他 引导他 这样的时候 神就会赞你 你所做的就是 荣耀神 所以我们做什么 都是荣耀神的 让人看到神的美好 这样呢 你就说 我今天 祝福人了 心就会 起落平安 神有纪念 当你这样想 你是不是有做过很多 真心想祝福人的事 有没有真心爱人 有没有试过 那你就欣赏自己 感谢神 还有欣赏神 神在我里面做工 所以我会关心人 感谢神 我有听神的话 但又很骄傲 这样的时候 你就会很开心 神啊 一起跟我说 神啊 多谢你 你在我里面有做工 你感动我 我有悔改离开我的罪 我有真心去关心人 我有心去服侍神 是神欢喜的 神一定想着我的 所以我就放下垃圾 更加努力向前去 祝福更多人 活出基督的生命 阿里面 这样好不好 好 这样呢 就是整个生命 又轻松 又喜乐 又平安 我侍奉神就是这样 你想想这样 哇 真是好到不得了 其实难不难呢 我想问你 省厕所难 省浴缸的哪难 还是享受神难呢 哪难点 省厕所难 其实你亲力神不难的 那你这样想的时候 放下人的愤怒 人家骂你 算了 唉 没所谓了 其实他都未 严书人的锁石是什么呢 看述 其实这个人都受了很多伤害 所以他会生气我们 对吧 你就看述他 你看述他 没所谓了 其实他有很多伤害 所以他会骂人 那我不放在心上 但我想问你 神经病人骂你 你介不介意人 介不介意 我不是说他是神经病人 罪人骂我们 其实罪人跟神经病人有相似 就是他们都有失控的地方 但你不要说他是神经病人 你不要回去说他是神经病人 我只是说 我们能够处理神经病人 能够处理罪人 说的负面的话 其实是可以的 小朋友 说错话 你会不会介意人 不会 因为他未成长 其实有很多大人 是不是成长了 有些大人不太成长 那就是说 不要紧要 他也是有软弱 我就看述他 我就联敏他 联敏他 你就能够移书他 就祝福他 就不介意 那你的心就松了 就放下烦恼 那你27的神 你就有力量了 那一做基督徒好不好 好 还是整个都想起人不好 哎呀 哎呀 好辛苦啊 那怎样好些 那也不好啊 那也不好啊 享受神好 所以大家愿不愿意 从今天开始 享受神 活在神的爱中 是不是这样更加好啊 是 对 好了 接着第二点 在第二节那里讲到 有很多事情 是拦阻人 认识神的至高的事 高龙德后书十章五节 将各样的计谋 各样拦阻人 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 一概攻破了 又将人所有的心意 愿回使他都信服基督 这个说什么呢 保罗讲到的事奉是什么呢 将各样的计谋 因为人里面有很多计谋 大家有没有试过 想说大话的时候 我心里想着 我怎样说大话 他会不知道是大话呢 其实人都有试过 我也试过 不过现在 我知道这些是很不好的 所以我一定拒绝 但是我真的有试过 怎样说大话 令到那些人以为我不是说大话 这个是计谋 是吧 有时人会想到一些不好的计 怎样得到一些利益 这些都是一些不好的计 各样的计谋 各样的计谋 各样的难阻人 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士 很多时候人都会觉得 我要比他好 我要人家看到我的好 做什么呢 想人看到自己好 都是自高 是吧 一概攻破了人 将人所有的心意奪回 我想问你 你的心呢 是全部爱神呢 因为很爱那些电视剧 买东西啦 吃东西啦 玩啦 这些 有些不是错的 不是错的 不过你做这些时候 会不会一路感谢神呢 一路享受神 因为你的心去完这些 去完这些东西那里 你的心意有没有给神奪回 其实我 经常都享受神 我也都享受大自然的 我和太太到处拍照 我很享受 但我一路拍照 感谢神 哈利路呀 神真是好 因为我的心 就算我享受的时候 我都是享受神的 我都是感谢神的 整个心意叼回事 都信服基督 我想问大家 你说基督徒呢 大部分的心 是给了耶稣啊 譬如我的心 是这么多 是大部分给了 因为一部分给了 星期日就给耶稣啦 平日 祈祷几分钟啦 看一阵圣经啦 有时呢 有时呢 会骑下肚啦 但其他时间呢 就整天都忘了 都忘了耶稣啦 那心意 是不是被耶稣拿了呢 我希望大家 从早到晚 不处的吐功 凡事借恩 是吧 上上喜乐 我说 时时都是活着神 你就享受神 其实呢 你想享受神 必定是整天有神啦 你的生命 整个生命就提升 你整个生命 就会一路升高啦 你想想是这样啊 其实是可以的 好了 我现在呢 差不多是休息的时间 但我想说 一点点 一样东西呢 因为下一点呢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教导 我给了两段来说 我说一点点而已 然后你们有休息时间的 很简单说到这个 发扬神 属性财经法 这个是神给我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因为我说到 如何活出基督 让基督流露出来 他如何看圣经 看圣经的时候呢 看神的属性 和他的恩典 两个东西不同的 属性是什么呢 他的本性 例如你看 有些人的本性真的很好啊 对不对 他的本性 然后呢 他有些什么行为 有些人很良善啊 对他的子女好得不得了啊 不过对外人呢 就没有什么关心的 我们看神的本性 譬如我们讲一下信息 关于喜乐 神的本性是什么呢 他是喜乐的 然后呢 他可以将这个喜乐传递给我们 我们祈祷可以得到喜乐 对不对 他也可以将喜乐的恩告辞给我们 我们祈祷曾经有很多人经历喜乐的 里面涌流出来的 也都可以给喜乐的教导 你听我讲信息 有没有觉得开心啊 这个就是喜乐的教导的恩告啊 就是我本身有神的喜乐 所以我讲的话呢 我讲就像平时讲话 都令到周围的人开心的 那这个呢 就是说神的本性 就是看圣经呢 多一些看神的本性 那譬如十二年血流的婦人 这个事情 看到神耶稣的什么本性呢 他的心真的 他的心是很关心人的 他很接纳人 很亲切 他这种圣情的 有些人没有什么感觉 麻木了 耶稣就是麻木了 不是耶稣是很感情丰富 所以神是感情丰富 他又很个人性去看人 很亲切看人 这个是他的本性 然后呢 他对这个女人呢 就是他关心 他会讲亲切的说话 他接纳他 他遥守他 这个就是他恩典 当你明白神的本性和恩典的时候 看到神的本性 他是爱 他是智慧 神设计是不是一件事很好的 神很准时的 你有没有认识人不准时的 有啊 你有没有发觉 在你经历很多困难 有些人会 差不多被车撞到 怎料神就在那个时候 忽然间 提一提你 或者有个人 立刻阻止你 神的时间会辞 那么多 我有一次试过 差不多 很严重 在路上 有兵 在高速公路上 不在香港 忽然间半夜 他要赶路回家 他车在高速公路转 有一条 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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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条 第三条 第三条 跟着 之后 有辆大货车 如果有辆大货车 如果我稍微迟一点 就立刻 已经变成肉饼了 就是神的时间很准确 即我们看到每一件事 神都是非常好的 神的本性非常好 和神的恩典就是为你而做的 本性就是祂的本质 恩典就是祂为我们做的 我现在讲一点 看看大家分不分到 哪个是本性 哪个是祂的恩典 或者祂的属性和祂的恩典 譬如说 神是有能力的 这个是什么 非常聪明 这么快就学到了 神将能力给我们 哇 真是很厉害 神是给我们聪明智慧 对了 神很聪明的 很厉害 对了 哇 真不得了 很厉害 你每次看圣经 都时时看到神的本性 你就会说 哇 神你真的好多重要 哇 你各样都这么好 其实你越想神的本性 无论有自然界 还有你看到就算动物 都会爱祂的子女 就是说神的本性的爱 可以传递给动物 是不是真的很特别 就是神的本性 美得不得了 神是不是很美 这样的时候呢 你就会欢喜神 还有看到神的恩典 有些人只是看恩典 我们不是只是看恩典 我们只是看神的本性 你就会喜欢神自己 好了 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会有休息时间 休息时间呢 你有需要辅导啊 有什么需要帮助啊 还有祈祷呢 你是可以经历到生命的改变 因为圣经都说到 按手祈祷 是可以经历到神的爱 神的平安 轻省啦 医治啦 职放啦 OK 好 阿里路亚 有些人不喜欢看书 就对于看圣经的兴趣不大 但我很想鼓励大家 就是神的话语是很特别 因为神的话语是很稳定的 它是说了是怎样神 是怎样样 神就真的这样做 我们经历神 可以由圣经 可以由祷告 去经历神的 但是 祷告的经历是次次不同的 当然它都是基于神的话语 因为圣经是讲到 神是喜乐的 平安的 爱的 是关心我们的 是赐我们聪明智慧 我们在祈祷可以经历到的 但是我们触实神的话语 是更加稳定的 因为它是说了是这样 而我们的经历是告诉我们听 当我们亲近神的时候 告诉我们听 神是很贼 而且祂真的照着祂的经历去做 所以神迹其实在马可福音16章 第20章里讲到 用神迹随着正神所存的道 让我们知道 我们所存的道是真的 神是真的 所以 神的话语是非常重要的 我在这里讲这个 就是发扬神属性的查经法 我希望大家会以后都用 这个查经的方法 查经的方法是怎么样呢 当你看一段经文 你首先明白那个经文的内容 然后你在那个经文里面 去思考神的属性 和祂的恩典 然后我们的回应 三样东西 就是如何去遵从 神的属性 神的恩典 和我们如何去遵从 或者活出这种生命 或者活出这种生命 我在这里就会讲到一个例子 大家看着我就可以了 马太十一章28到30节 讲到 我烦恼不担重担的 可以到我的子女来 我就使这门得安息 在这里 在这一句 就没有讲到耶稣的属性 不过你 想一想 可以想到的 耶稣说你来到他那里 就可以得到安息 就是他的属性是什么 就是安息 安息 就是他里面 安息是你形容的 安息也要形容的 因为很多人想安息 就是 就是会想到 比如安息礼拜 就是想到安息 但是耶稣的安息是什么意思 大声一点 休息 休息 也是的 神是能够 你可以说神是经常做工 但是神的休息 就不是说他不做工 而是他在神 在里面 他是很平静 很安稳 他同事做很多东西 但是他是很平静的 是平静的 还有什么质素 就是安息是什么质素呢 没有重担 神要做的多不多 如果你要做这么多 你会不会有重担 但是呢 神是完全没有重担 神要帮的人多不多 听话的人 是不是真的很多 不是 但是神有没有弊异 没有 就是神依然是这么轻散 就是他里面的安息 就是这么好的 他需要做很多东西 但是他依然是很平稳 安静 很安息的 首先他的本性 就是你可以想象 如果有人去到天堂 一见到耶稣 神的安息就涌过来 神的平安 轻散就涌过来 大家不用说一字 你听我说 更加明白 这个更重要 然后他就可以将这个安息给我们 对不对 怎么给呢 当你祈祷 整个人都松了 对不对 他就将这个安息赐给你 例如可以将这个安息的恩告赐给你 就像是先 我为大家祈祷 我们几个同胞一起祈祷 那些人都经历到神的平安 轻散 就是可以带着神的平安 轻散 祝福的人 并且我们的话语 都有平安 轻散 其实我去到很多地方 都见到很多人的困难 但是我知道这是神的工作 不是我的工作 虽然我做很多东西 要帮很多人 但是我心都是轻散的 我去到 见到很多人都是很软弱的 但是我心里 我就不背着这个担字 因为我知道神会背着这个担字 所以由这个经文 《马太神》一章二十八节 我们看到 神本身是安息的 然后他将安息字给人 你劳苦担送担 就是怎么样 无论你几辛苦 几多烦恼 你来到那里 我就使你能安息 哇这句话真的很厉害 世上有没有人能够这么说 你有什么精神病来到 我医好你了 有没有医生这么说 没有啊 事实上 很多医生都说 哇很难医 最多他帮助他 帮他好一点 不要发神经 但是事实上 很多是很难得到医治 但是耶稣真的有能力 可以医治和祝福 他人有安息 那你就看到 看这个经文的时候 你就可以想象了 因为经文没有说到 想象神那种平安兴散 想象你一见到他 哇整个人好像 立刻去到一个很安静的地方 立刻人静神 当你这样想的时候 会更加深层去认识神 就会觉得有很多人看神经 就是由我的角度 我很烦 于是我找耶稣 找了耶稣就平安了 就是我的角度 但是当你明白神 他里面的安息 神里面那种平稳安静 轻省的时候 你就会说 我来到神那里就不用担心 我知道神很好 对神就有信心 大家能拿到这种 的查经的方式 接着呢 第29节 我心里柔和谦卑 这里耶稣就说出来了 他的属性是什么 柔和谦卑 什么叫柔和 温柔 不激气 不怒吵 不懵吵 不烦躁 很温和的 有些人以为温和 入温柔就是 女生挨着男生 叫温柔 温柔是不是 就是女生挨着男生 温柔是能够在 无论什么情况 多困难都好 大胜的男人 可不可以温柔啊 都可以的 不一定要 很稀释的女生 才可以温柔的 大胜的男人 都可以温柔 怎样呢 就是说话很温和的 聆听人的 关心人 神就是 其实这个给我们 很大安慰的 很大人想到神 就想到什么呢 高大威猛 满有能力 就是想到这一边 神是不是 高大威猛 满有能力啊 都是啊 不过神是不是 就是硬帮帮呢 不是啊 当你想像 你到耶稣那里 你骑到的时候 一来到耶稣那里 耶稣很温柔 欢迎你 很开心 你们来祈祷啊 来亲近我啊 是不是觉得 耶稣的温柔很好啊 当你想到神很温柔 但祈祷不是这样想的 神听不听我祈祷的 祈祷今天都没有反应的 有些人就会这样 这样的时候呢 他没有想到神的柔和 谦卑 所以你多些想 神的柔和 还有谦卑 怎么谦卑呢 你可不可以要求 皇帝 皇帝帮我穿鞋 行不行 你不可以要求一个领袖 来到服侍你的 但是耶稣和每一个 梅徒洗脚 并且他说 如果我不跟你洗脚 你要我磨分 也就是耶稣 其实替我们个个洗脚 意思是什么呢 服侍我们每一个 很谦卑 其实如果耶稣 按照他的律法审悟 我们可以立刻 很多人立刻下地獄的 但是神有没有这样做啊 没有啊 他很谦卑服侍我们 所以你想到神呢 好柔和 谦卑服侍我们 真的好 这样的时候呢 是不是你认识神的属性 更加来到亲近神 会有信心和放心 我知道神很欢喜我的 知道神的性 是一个很欢喜人的性情 他又很欢喜我们亲近他的 这样的时候 是不是对亲近神 会有一种很正面的看法 我最亲近神 我是很宗教的 其实我时时都亲近神 我在哪里亲近神 我现在都在亲近神 我现在都在想着神 我就很喜欢神了 我是很喜欢神的 喜欢到发烧的 哈哈哈哈 因为我觉得神真的好到什么 无论哪一方面 在我身上很多恩典 在人身上我服侍人 很多恩典 我说的说话 神又洗脑我 我不是骄傲 我觉得我自己是不好的时候 神简说我的 不是我好 是神好 所以我喜欢神 我喜欢他越不得了 我喜欢他每一种性情 我看到他的智慧无限量 他的关心无限量 他的爱心无限量 他的喜乐轻洒 他的爱心 他怎么看出人 他有智慧帮每一个人 他有智慧帮他 是不是你越想越喜欢神 所以我鼓励大家以后看圣经 你就想想这个经文 讲出神的什么属性 有些经文就会是正面讲的 就是好像柔和谦卑 但有些就没有讲这件事 譬如圣经讲 个人要伦舍说实话 说实话 那我们又可以想到 神的属性是什么呢 神的属性是什么呢 他说实话 就是他叫我们做的事 他有做的 他说出什么 他一定应验 有些人他祈祷认罪 神啊你赏脸我 神啊快点赏脸我 你有没有赏脸我 有些人站了几十年 哎呀我以前饭很大碎 哎呀都不知道神赏不赏脸 有时我们会担心 但是圣经说了 你若认自己的罪神 是信实是公义的 我一定赏脸你的罪 使你一起的不言 神说了会不会做 那神就给那个意念 很简单啊 你拍灯键的灯会不会画 我看看想一下 今天开不开灯先 会不会这样想啊 会不会啊 你每一次拍灯键 他一定开灯 随便怪了而已 神都一样 你每一次祈求他 他一定听你 你真心悔果一定赏脸 必定 现在我说一次 神必定按照他 应许去行事 一起说吧 神必定按照他 应许去行事 就是说他说了你真心悔果 我求他赏脸 他一定赏脸 是不是啊 所以你每一次 祈祷认罪 你想说 神啊 你到底赏不赏脸我呢 神一定赏脸 所以你就可以放心了 那你就可以用多些力量 去处理这个账 就不是整天都说 有些人很久都说 哎呀 我以前这样得罪过人 以前这样伤害过人 以前做了一些好错的事 哎呀 神都是不要说我的了 其实是需要不需要这样想想呢 不需要的 所以我们明白神的熟悉 他跟着他应许做事 神是跟着他应许做事 但是人是不是一定的 有时人说 我带你去街 我带你去哪里 他是不是一定去的 有时去 有时不去的 就是有时他说 哎呀 我没有空了 就不来到的了 所以我们越明晰神 那种属性的美好 我们就越有信心 越放心 是不是啊 有些经文说出 神是怎么样 有些经文说 叫我们做什么 有些经文叫我们不要做什么 就是不要遥恕人 就是不遥恕人 那神 就是一个相反 就是神就是遥恕的 不要向人发怒 那你说神都有发怒 那神的发怒 是向什么人呢 是向犯罪严悔改的人 当你悔改的时候 神一定是接纳来的 那个十二年血漏的妇人 做得不好 那个犯奸犯被捕的女人 做得不好 神是不是向他发烈怒啊 耶稣有没有向他发烈怒啊 没有啊 当他有悔改的心 神就是要署的 神发怒是向不悔改的人 所以当你知道这件事的时候 你的心就平安了 就是说由正面的经文 说出神的属性 神是爱 那你知道神是爱了 还有有些神叫我们做什么 比如神叫我们游和 叫我们是温柔 温柔的人有福了 神就是温柔的 神又是谦卑的 然后呢 有些经文叫我们不要做什么 那个相反就是神做的 就是神做相反的 那就是说看经文 你就可以找一本保仔 你就写下 在这个经文 我看到神有什么熟悉 神有什么恩典 这样呢 你思想得多呢 你就会好像我这样 你就会呢 一想到神 你就会很有信心 你看到什么大自然的 你都可以在那里看到神的熟悉 神很有美感的 对不对 有时呢 我配颜色呢 我就会问我太太 这件衣服配另一条 那件衣服 合不合适呢 我太太的颜色感很好 她一件衣服 这件衣服都是她跟她买的 她一看 她就会看到 这件衣服漂亮的 因为她很有眼光的 神是最有眼光的 我看着着着着着的配色 我们人不会这么着着的 红红绿绿配在一起的 但是她又不知为何 合出来又很漂亮 因为她那种红绿和我们又不一样 你会看到着着着的颜色 真的什么颜色都有 神真的很奇妙 很有美感 那时你说 神你好有美感 靠你把美感赐给我 让我能够有这么多美感 音乐 譬如我弹琴 神有感觉 我唱歌也是 神教我的 我有学 我学过几个月 我又练了很多 但是神教我 怎样能够更加表达出 神的心意在弹琴 带领敬拜 在讲信息都是这样的 神是会伺给我们 各人聪明智慧 大家能够拿到这种 财经方式 经常想神的什么 熟性 或者神的本性 他的本性很漂亮 当你知道他的本性 你就会喜欢他更多 还有他的恩怜 然后接着我们怎么回应 我们怎么回应呢 就是说 神是柔和谦卑 我们就怎样 我们就柔和谦卑 我们就处理那些 猛诊 牢吵 激气 就放下这些 然后处理 这个慢慢 有机会 我会再 跟大家讲 大家上网都可以看到 发扬神 属性 查经法 和讲道法 都是会说出 神的属性 我觉得这个 这个教导 这个教导是神给我的 真的 我觉得 令到我和神 关系好很多 令到我和神 神很有信心 我亲自神 是这样的 神啊 我知道你在爱我 有些人就说 神啊 你快点爱我 祝福我 我不是 因为神说了 他爱我 神啊 我知道你在爱我 你很欢迎我 我亲近你 多谢耶稣 很有信心 信心是什么 一起跟我说 神做事我放心 神应许我放心 这个就是信心 就是说 神说什么 我就信什么 我就放心了 不用担心了 好得不放心 神啊 你什么时候帮我 神啊 不记得了我 神不喜欢我 有时人会有这种意念 其实 需要不需要这么想 其实不用 因为神真的很爱 他的儿女 你只要他心 说神啊 我需要你 我爱你 我感谢你 我喜欢你 我跟从你 神就 哇 在天上 就欢迎你到不得了 神经说 一个罪人 我天上都为他欢迎 是不是只是说 信耶稣那时候 不是啊 你任何时间 悔过神的欢喜 还有你任何时间 亲人的他都会欢喜 好了 接着下一点 在吐告领受 如何活出神的圣情 比如你看完经文了 神是柔和谦卑 那其他人又怎么样 神啊 帮我心放松一点 不要这么紧张 为什么这么紧张 因为我觉得 好像我要控制 我的丈夫 我的太太 我的子女 我要教导 他说 其实我们没有这个难过力 我们越逼他 他越不听话 神啊 帮我游和谦卑 是不是 当我们更加 对人游和谦卑 你的丈夫 太太 和子女 更加听你的话 更加会改变 你越猛烈 你快点来 我见过 有丈夫 妻子 出来分享 那个丈夫 不出声 他说 开放了 是否他大声 他立即会说 不是 他更大压力 有时 我们辅导都常见的情况 因为太太通常 我责任感很强 她肯定要丈夫 做什么 有时给她一些空间 她一做 立即欣赏 去鼓励她 她会更有动力 去做 可以引导她 这样的时候 她更加会做 就是说 你这样做 我很欢喜 就好过 我说 你都没理我 你都不关心我的 而是说 你这样关心我 我很开心的 我都很喜欢你 这样问候我的 我很想你记得 我又不舒服 有些人 就不敢这样说 不想这样说 我不舒服 我告诉你 我都想你记得 你为我祈祷 你关心我 我会很开心的 这样就引导 行不行 但有些人说 很乐面的 好像我需要他这样 他这样 港东人 他说 衰老的 整个衰老的 我为什么需要他呢 但你跟他关系不好 谁受苦啊 自己受苦啊 所以你引导他 是好的 我们就在祈祷领受神的圣证 为什么油和坚卑 神是喜乐的人 我们都放下我的烦恼重担了 我们有没有烦恼重担了 其实大部分的烦恼是没有发生的 这个是研究的 大部分是没有发生的 我经常都怕死了 我不是有癌症吗 不是有癌症 我怕到有癌症为止 有很多人怕死了 我将来不知会不会做乞丐呢 会不会吃饭 其实也不会发生的 怕死了 没有地方住呢 其实也不会发生的 但很多人就担心 没得吃 没得住 没人喜欢 其实当你 你的心轻松 反而有人喜欢你 这个就是活出神的圣证 第三 宣告神恩典的祷告 这些希望大家回家看 记做 为什么宣告神恩典好呢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会怎样呢 我们是不太信神爱我们 宣告神爱我们是怎样呢 起床 大家跟我讲一下 我便要答救他 因为他知道我的名 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 然后我要答救他 使他尊贵 这里说什么呢 因为他专心爱我呢 我就要答救他了 因为他知道我的名 我就要把他安置在高处 我要答救他 使他尊贵 这里说到呢 当一个人爱神 神是会怎么样的 是不是没有反应的 不是的 神是很有反应的 当你真心爱他 他就将你放在高处 叫你成为尊贵 你想成为尊贵的人 难不难 不难 只要你每天都说 神啊 你是我的生命 你是我的一切 我体重你 我需要你 我宽理你 我愿意跟从你 其实跟从神 是不是很难的 三个人是信教 亲近 遵从 神的信教是最好的 然后你亲近他 神就改变你 然后你遵从他所有的吩咐 那你说我做不完 不要紧 你要做到些事 神啊 我多谢你 我要遵从你 神就欢喜 你每天改善就可以 有什么罪 立刻处理 但我们总是不完美 不过你有改善 你就要感谢神 这一点很重要 很多人都会说 我有祈祷 不过祈祷不够 这样想 你总是觉得不够 就好像 儿子考试 以前不合格 现在合格了 多数父母 有时都会赞他 都好 不过你下次努力一点 但其实我们欣赏一下他 你真的很努力 你又不合格 哪有合格 你真的很聪明 你可以越来越好 这个就是鼓励他 有很多人就不是 你还可以做高点 99分 你100分 人家考得一 你考得二 为什么会这样加异 我们多些欣赏自己 你有进步 感谢神 我有进步 就不要说 我还是祈祷不够多 你想想 你祈祷多少 你就感谢神 行不行 你以后 越喜欢神 你就越喜欢祈祷 今后你有做什么 你就感谢神 你就欢喜 这样 这样你就会无厉害 要不然 我读圣经只是读一章 我读得不够多 我又不够专心 那你就会很大压力 但是他说 我有心读 神就欢喜 你越欢喜 你就越留心读到 好了 我们最后一页就讲到 如何活出基督的圣识 这里就讲到 是几个例子 爱 如何活出基督的圣情 然后有祈祷 里面有写到 那爱 如何活出基督的爱 只想想神 如何爱我们 神爱我们 多有耐性 神爱我们 我们不听话多不多 不听话多 哪人多 不听话多 但是神都是这么有耐性 那是不是神很好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 那些鳄鱼 我又喜欢看那些动物影片 我喜欢看动物 它比看人的那些 其实我是不看电视的 当我吃饭的时候 我就会看动物 新闻那些 那些鳄鱼 鳄鱼饿不饿吗 很饿 但是它担着儿子 从它的斗那里 那种鳄鱼 它删了个蛋 它就在那里等 在那里等的时候 没有东西吃 因为它到处都知道 它有个鳄鱼在那里 没有人走过去 它等到那些蛋 听到鳄鱼在那里 那里呼化 它发吹声音 大约是这样的 咕 咕 它就爬上去 爪爪了开 接着呢 那牙呢 它没有手 即是它的手不可以 好像我那样的东西 丹起一只鳄鱼 不是一只 丹鱼一只 又第二只 丹起一只 又到水里放下 又走去丹 哇 鳄鱼都这么有爱心 岳鱼是热血毒物 又是腊血毒物 又是腊血毒物 腊血毒物 也有那么有爱 就是神放在那里面 所以你说 神啊 你真是一位充满爱的神 你就是神 心里面 整天想到神的爱 你自然的人 就会开始怜悯了 就是对周围的人 看到他们的需要 就很想帮他们 而且呢 你做在 耶稣说得很简单的 耶稣不是说 你要做很多 很多东西 神才欢喜 神说什么呢 一杯什么呢 一杯凉水 难不难啊 给一杯凉水 给人难不难啊 一杯凉水 都不能不得 什么呀 不能不得上次 一杯凉水难不难啊 不难啊 所以耶稣是给你 好用点 原来耶稣 又这么爱我们 而我们去回应 他爱的时候 神是这么欢喜 一杯凉水 神都不能不得上次 那何况我 这么够去关心人 所以你看到 你又微笑呢 神就说 你曾经 有很多人微笑 关心他们 问候他们 为他们讨功 探他们 这样的时候 你便活出基督的爱 是不是 他在里面 神教我 好像耶稣 这样爱他们 好像耶稣 这样关心他们 他们不够好 不要紧要的 慢慢来 好像我们自己 又想起我们的原样 我们这么多次 不听神话 神都这么耐心 所以人家不好 我们可不可以耐心吗 我们都耐心了他 那么你慢慢讨过 慢慢就会有 这么多的爱心 还有呢 你平日 有时候的时间 有时候神会叫你 想起一些人的 我自己有很多的经历 神同 我们沟通 很多方法 有时候忽然间 想起一个人 曾经伤害过我们 有没有试过想过 有些人就会这样 看他死了 好像这样的人 就是想起这样的 但我们有耶稣就说 他连述他 严数的锁时就是连述 其实这个人都受了很多伤害 是不是 那些伤害我们的人 其实他都受了很多伤害 于是我们就会连述他 其实想起他 他小时候可能被人骂很多 被人伤害很多 所以他这个人 整天都是骂人 说好的话 我就连述他了 我就能够爱他了 这样呢 你就处理生命 在日常生活 你想到哪个 有时候你想到你的配偶 你的子女 就不只是想他这些不好的东西 而是想回他的 如何连述他 还有想回他 其实他都有对你好的地方 有珍惜 真的珍惜 我感谢神 神给我一个好好的太太 我珍惜他 我不想我们的关系 是稍微不好的 我全身都有他的相片 但是我们又拍了很多相片 还有我们拍相片 多数都是黏着 要是看着他 为什么呢 因为我要珍惜 我有的一切 其实我们世上的人物 最重要的是 配偶 但是很多人 就当他是垃圾 有空就踩下他 其实 虽然他不好 但是你对好 是不是会慢慢改变 但是你慢慢 你的心里面有便宜 又想起你的配偶 你就不要数他的什么不好 而是想一下 其实他也有做了 我身上有很多好的东西 想一下他有很多长处 那你就对他更加好了 他对他更加好 他开始可能没那么快受落 但是你持续是这样 就算他 有时有些人对他一些好 跟着他没有反应 我爱死你 我爱你 你又不接受 有一些耐心 慢慢来 慢慢的关系就开始了 基督徒 我们整个生命都好 照顾好 好像个花园 照顾好 这样的时候 整个生命有爱 是不是会更加好呢 这个就是 如何活出爱 好了 轻散 我们人都是 很多时候做事又很急 很怒吵 很猛 很多东西改不了 很多东西处理不了 我们就会担心 我们又想一下神的属性 神要做的多不多 数不尽那么多 但是神有这个能力 可以做这么多东西 同时很轻散的 所以我们又学神 是轻散的 虽然有很多东西要做 我们的心都没背着 我试过有一次有一个周围 有五篇道要讲 但是呢 全部都没预备好 但是神给了我意念 你五篇不可以一起预备的 你只能够预备一篇 你就放心预备一篇 虽然可能会快点 那你先预备一篇 接着预备一篇 我不能同时做五篇 同样也是一样 你有很多东西要急着要做 你急着也没用的 就是用各样的智慧 去帮自己轻松一点 我有个姓就是急 我快点想洗完 因为有很多东西要写 我经常都要写东西 我写中文和英文 因为我想传给不同的地方 去不同的国家 去帮助他们 那我就很想快点洗完 然后跟着快点去写东西 但是当我很急的时候 我发现这种发生 就是我心里有种毅满的感觉 大家有没有发觉 急的时候会毅满的吗 压住的 顶住的 神就跟我说话了 这些事物不是你的 是我的 你干什么要急呢 你越急你做不到 那我就放松那人 是神的工作 我会尽量他做 不过我不要做一样的时候 想另一样东西 很多人吃饭 就是想吃完饭做什么 吃饭 你就想享受神的吃饭 享受你周围的人 那你的人就轻松一点 但是很多人在这里吃 就想着 第一个就看电视 很忙碌的看电视 然后就想着 一旦要做什么 那时候 做什么都不能够享受 其实我们可以学一下享受 个人轻松一点 有多少东西做 我做到多少就多少 神会要求我们超过我们的能力 对不对 你就做到多少 那你个人就轻松了 又在其中的时候 神啊 你是轻松的 你是自由的 你不背着重担 所以我可以轻松 我有个教导叫做轻松得成 说到怎么活在神的爱和计划 然后处理生命中各样的问题 负面思想 负面情绪 人的影响罪 潜意识 然后跟着怎么发挥生命 大家上网找轻松得成 而牧师 你会找到很多这些要教导的 好了 下一个 柔和 柔和 有时候我们见到人改的 心就很急 很怯 很怒躁 哎呀 很激气 教也都不晓得 有时候想放弃 但是我们就说是神的 照顾 师父 是神的 不是我们 我们只是神的器皿 就是好像这样 我们是水管 我们是水泥 那我们只有一条水管 给点水泥 那你 都没用的 我们已经靠神 水就来了 我们帮人的一样 是神的工作 我要帮这个人 但是呢 我活出神的爱 是不是更加容易改变人 如果你愈急愈猛 你愈帮不了人 所以我们就祈祷了 神那帮我柔和谦卑 在祈祷的时候 为到你的侍奉 为到周围的人 神那帮我轻松 轻松得四 轻轻松松 放下那些重量 神给我这个意念 你每日改善1% 每日100% 100% 100% 所以你不用很急 当然你改善得很快 当然很好 今天你听完这个信息 可以立即很轻松 不过可能 都是去到一个程度 都是回家有些异患 那我们就说 不要紧 神可以的 慢慢来 我又改善 即是说 感谢神 我又改变 神感到我改变 我又听神的话 我又欣赏自己 我可以这样 这样的时候 我现在有改善 我明天有改善 慢慢的 越来越好 这样就正面了 但是很多人就说 不是啦 我很多都是做不到的 我得不够爱主 这个是什么 负面 负面就是有压力 对不对 以及律法主要有压力 律法主要的压力 律法主要的压力 整天都说 我要做什么 要做什么 做不到什么 要做到什么 神才能欢喜 那是很重胆的 我有一个比喻 譬如你个儿子 你叫他做什么 他很多人不想做 怎么知道他有拍拖 女朋友叫他什么 他不能去做 因为什么呢 他感觉到爱 开始的时候 变一分就没有了 变一分就变了 太太人叫他 你用洗碗 你用倒垃圾 他又变了律法 但是呢 谈恋爱的时候 多些爱 很多人都是这样 就是一会儿的 那些爱 好了 原来爱 就会推动人 为什么我这么有心事奉 因为我觉得神很好 我知道神很爱我们 所以你经常都说 神很爱我们 所以我很乐意是梦神 我做的那么多 神都会欢喜 还有我做什么都会祝福人 都是有福的 是不是这样更加好 下来都一天 好了 接着呢 起落了 对不起 对不起 好 好 好了 起落 很多人都说 我都很难起落 我都是很难的 起落 又可以说很容易 又可以说不是很容易 又可以说不是很容易 为什么又容易 为什么又不容易呢 比如小朋友就起落了 很简单 有东西吃就开心 有朋友就开心 有耶稣就开心 但是因为人太多垃圾 积聚了很多不好的东西 所以我们想起落 我们就想一下 我们里面有什么 烦躁 压力 不开心 律法主义 常常都说自己要做什么 这样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很难起落 我们就想到 神在天堂 是很起落的 我们其实神的儿女 一个人都可以起落 你想想 如果全世界的基督 一个人都充滅起落 是不是我们对这个世界的影响会更大 但是因为很多人看到基督 是利用人的 是不开心的 所以影响人不多 所以最重要是 我们有了神的圣情 是不是 然后影响人 所以你越看到神的恩怨 你的人就越轻松 越平安 那你呢 其实神给我的礼物是什么呢 笑啊 狗会不会笑啊 狗不会笑 狗不会很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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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会笑 笑一下 哈哈哈哈 有东西吃 哈哈哈哈 感谢神 就是这样呢 开心很多 有什么事感恩 又看到神的恩怜 神的爱我们感恩 我只是用了四个例子 不过所有圣经里面 所有讲神的属性 我都可以慢慢活出来 越来越有怜悯 关心人的心 这样做人 是不是更加好啊 将来一生 我们人生都要过去 你想你留下的是 这些那么好的神的属性啊 因为是留下 猛烊 激气 不开心呢 你想留下这些什么的记忆啊 人家记得你是什么呢 是开心的 可不可以今天开始改变啊 难不难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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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不是的啊 当你的思想一改变 神那么爱我 是不难的 一步步改变就可以了 那就可以活出基督的生命 就更加有好的见证 但你还没做得够好呢 又好啊 我都没做到 不用这么想的 总之 你向前改善就可以了 跟我一起宣告 神在爱我一起起来 神在爱我的 神在爱我的 神定义祝福我的 神很想提升我的 我可以活出喜乐 有神的爱 有神的平安 有神的轻散 烦恼可以放下 不用被人影响 不用背着淡子 做得不够好 我就悔改 我亲近神 神就会改变我 神就会提升我了 下来那天 我有些少进步 神就欢喜了 感谢天父 我轻轻松松 哈哈哈哈 有耶稣真好啊 我做一个开心快活人 感谢天父 赞美天父 祈祷蒙主耶稣圣明 阿们 你试试可以这样祈祷 即是说能够在神里面 享受神的恩典 难不难啊 不难啊 有没有觉得轻松一点啊 其实不是真的很难啊 你可以开始活出 因为照片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 不难啊 一字字幕 到千岸 没想到